欢迎收看轻松玩Mac 我是张苗 最近有很多刚刚入手苹果设备的朋友 在网络上咨询我一些关于苹果账号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在微博上发起了一个投票 没想到这个投票的结果呀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苹果账号又叫做App ID 它相当于我们在苹果世界当中的身份证 通过这个账号呢我们可以来管理 我们在苹果商店中下载和购买这些资料 以及我们这个付款的信息 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呢 苹果商店的出售的商品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购买这个美国地区的这个商品呢 你必须注册一个美国区的账号 在参与我们调查和投票的这100多位朋友当中呢 有大概53%的人呢只有一个中国区的账号 那有42%的人呢有多个国家的账号 另外呢还有5%的朋友呢 现在还没有自己的苹果账号 所以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个 如何去注册其他国家和地区苹果账号的这个技巧 当然如果你能中国区的账号都没有呢 也不要着急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快速的为你演示 如何去注册中国区的苹果账号 首先呢我们打开iTunes软件 找到左侧的iTunes Store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区内容 中国区呢上面主要有App Store 图书 播客 iTunes U 我们来换一个国家的地区看一下 我们把页面拽到最下方 在右下角呢有一个国企的图标 我们点击一下呢 可以来切换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比如这里呢我们以注册美国区的这个苹果账号为例 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直接点击美国区进入 进入之后我们看到上面包括音乐 电影 电视 然后包括像图书 播客等等很多的内容 现在呢我们先点击App Store 进入它的软件商店 然后我们在右侧呢找到下方一个叫做Free Apps 免费的应用程序 我们找到一个免费应用程序之后呢 点击Free进行购买 现在呢我们选择创建App ID 接下来选择继续Continue 然后我们要把页面中的我已经阅读 并且同意的按钮点下 在这里要求我们填入一些必要的信息 首先呢这个电子邮件是我们已经自己注册好的一个电子邮件 然后呢这个密码可以和我们电子邮件的密码不一样 但是呢它必须要求是八位数字以上 而且大写小写要分开 然后下面会有一些安全的一些信息 这里呢它主要是给我们一些选择 让我们自己去针对我们的问题呢做一些回答 如果你不了解英语的话呢 你最好建议对照的字典呢去查一下它的意思 这里呢我只是做一个演示 这些问题和答案呢不能相同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开选择 这里还有一个辅助验证的邮箱 这里可以暂时不用去填写 然后呢我们下面要选择我们的出生年月日 然后选择右下角的继续 这里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它要求我们填写我们的这些信用卡的信息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美国的信用卡呢 我们选择右侧的这个None 表示我们现在没有信用卡 只是去购买一些免费的商品 将来如果你有购买的有这个兑换卡和礼物 礼品卡呢可以把这个号码填在这里 然后下面呢会要求我们填写我们的个人身份信息 title这里呢可以选先生 我们的女士小姐或者是博士 然后first name呢是我们的名字 last name呢是我们的信 接下来我们要填写一个真实的美国的住址 包括像城市邮政编码 电话区号和电话 这些信息呢不可以去虚构 所以呢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呢 比如说google去找到这个一些相应的大学的地址来填写 如果你觉得还是很麻烦呢 我们提供一个技巧 在苹果的网站上我们可以找到有一个叫做 App Store零售店的一样这样一个链接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找到全部的零售店列表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国家 来查看这里的零售店地址 在这里呢显示了所有美国地区的零售店的地址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地址呢查看它的信息 用这个信息呢作为我们的注册信息去使用 在这里显示了有城市的街道 包括邮政编码包括电话区号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信息按照我们的格式 填入我们的这个注册栏就可以了 在填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选择右下角的Create Apple ID 如果一切顺利它会显示一封验证的邮件 已经发生到我们的邮箱了 我们这时候呢只要去登录我们的邮箱 收取邮件 然后进行验证就可以了 在这里呢我们要选择立刻验证 然后在这里把我们邮箱的地址呢 靠网的C复制一下填写在这个Apple ID这里 密码就是我们刚才留下的密码 然后选择验证地址 当它显示地址已经验证成功之后 说明我们的苹果账号已经注册成功了 当它显示我们的账号已经注册成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购买和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了 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应该收到一个发送电子邮件验证的信息 如果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个信息呢 它会提示我们去联系苹果完成注册呢 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个是我们注册地址呢 已经被反复使用 它认为这个地址有问题 还有呢就是会检查我们注册人的这个地址IP 如果发现我们的电脑IP地址不是在美国呢 它也会进行一些限制 这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网络上的一些教学 通过VPN等方式呢 访问美国的服务器 然后通过这种形式再进行注册 通过VPN访问国外服务器的方法 已经超出了我们播客讲解的范围 在网络上有很多相关的教程 大家可以自己进行查找 虽然我们没有美国的信用卡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代购的方式呢 去购买一些iTunes的礼品卡来充值进行消费 但是要注意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买到那些黑卡 什么叫黑卡呢 比如说这是一张100美元的这个礼品卡 如果它卖给你一二百块钱人民币呢 那这就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使用这种黑卡进行消费呢 那苹果会把这个账号进行冻结 这样的话以前你购买的一个软件呢 也不能够再升级了 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去向那些信誉良好的商家呢 来购买这个iTunes的礼品卡 礼品卡购买之后呢 我们需要为它充值 我们把鼠标移到账号的这里右侧 可以看到一个三角形 点击之后呢 我们选择redeem 只需要在这里填上卡号 然后点击右侧的redeem 就可以完成充值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快速的去注册中国区的账号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三角形 然后选择sign out 注销我们的当前账号 然后呢我们要切换到中国区 我们在页面的最下方呢 找到国际的图标 然后找到我们的中国的图标 然后呢我们在下方的免费APP区呢 找到一个程序 选择免费 然后选择创建App ID 选择继续 这个过程呢 跟我们注册美国区的账号是一样的 在这里呢填入我们准备好的电子邮件的地址 然后与美国不同的是呢 他这里要和我们自己填写一个问题 和我们回答的答案 然后输入我们的 出生年月日 按下继续 在这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使用银行卡或者是我们的信用卡进行付费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呢 可以选择服务 在以后呢再进行这种填写 然后这里根据我们的实际需要呢 然后来填写我们的账单寄账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选择创建App ID 它会提示一封验证的邮件已经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同样我们再次进入我们的邮箱 收取邮件 然后选择验证地址就好了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地址呢 Cmd加C 然后Cmd加V 粘贴复制过来 点击验证地址 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除了在iTunes中下载软件 我们还可以打开我们的Mac App Store 通过这里呢选择登录 使用我们的苹果账号登录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机器上下载苹果的应用软件了 苹果这几年的发展呢非常迅猛 苹果账号的作用呢 也不再只是局限于记录下载信息这么简单 苹果已经给它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和功能 包括以后我们会讲到的这个iCloud FaceTime and Message 这些重要的功能和应用呢 都离不开我们的苹果账号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提到过我们要进行一个年度的观众抽奖 结果呢 有九位幸运的朋友呢 得到我们送出的礼物 如果你没有赶得上上一次的注册呢 欢迎你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 了解我们下一次开放注册和抽奖的信息 这里是轻松玩Mac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